土木堡之变 公元1449年 统一中国仅80余年的明王朝 便爆发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变 土木堡之变 这一事变的前因后果几乎都与后勤有关 自从公元1387年 朱元璋统一中原 将元朝的残余势力驱逐到塞北以后 为了解决军粮补给问题 在全国实行了且战且更的军屯制 使军队成为担负作战生产两大职能的特殊武装集团 为了控制军队 又实行了太监兼军制 赋予太监与各级将帅同等的权利 从而便形成了将不如兵兵不习战的状况 军队的作战能力日趋低下 而与此同时 作为战败的蒙古族一支的瓦剌部 却在塞北高原趁机崛起 公元1439年 作为部落首领之一的野先 统一了蒙古各部落 并使其迅速地扩展到了西启中亚 北达西伯利亚南底长城的广大地区 并建立起了一支 迅疾如风能争贯战的强大的骑兵队伍 公元1449年7月初 野先认为功名的时机已经成熟 便以鸣庭刁难其共识和毁击婚约为理由 发兵分四路进攻大明朝廷 野先自领一路约三五万人 直取大同 长期务农的大同守军 久不习战漫无纪律 又处在不知兵法的太监 郭靖的截志之下接连失利 7月11日 又参将五号兵败被杀 7月15日 大同总督宋英等四万余人全军覆没 警讯传到京城 明廷一片混乱 本来 隐先入关只不过是一种报复性的抢掠行为 并无大的企图 明廷的边防具有重要的城镇和堡垒 京师又有数十万的机动部队 实力绝对强于瓦剌数倍 明君只要严守边关 兼闭清野 然后主力在四击而动 完全可以打败瓦剌的进攻 但把持朝政的大太监王震为炫耀其威势 竭力总有 九岁即位 年仅二十三岁的明英宗御驾千争 企图以此而下退瓦剌部队 兵部尚书旷野和侍郎于谦极力劝阻 吏部尚书王直野率领文武百官建祖 但是王震仍然不听 七月十五日 明英宗下令率英国公张府 陈国公朱勇 户部和兵部尚书 内阁大学士等大批文武官员 以及号称为五十万的唯一的战略机动部队 御驾清征 并且没有做任何准备 于即日便出发了 由于抱有一厢情愿的下退瓦剌的初衷 仓促调来的五十万大军几乎没有后勤准备 出发前两天才给每个官兵发放了一两白银及衣物烧卖等物资 军队长期屯田兵器残破 临时从武库当中拿出了八十万件兵器分发给部队 平时存于库房当中 舍不得给部队使用的先进的火器也匆匆拿来配集给部队 为了协用物资给每三个人配了一头毛驴 队伍中人驴掺杂混乱不堪 七月十六日 在兵将不相习 士兵不能够熟练的使用新配发的兵器 没有随行的后勤保障措施的情况之下 五十万名军被一个目不变惊奇而不变骑脚的皇帝 和一个专横跋扈义无所长的宦官指挥着 如用儿戏一般 北出居庸官向大同前进 部队一路行阵如矣 首尾难顾 出发之前 明知此战必败的内阁大学士曹奈 曾与部分大臣密谋 企图先杀王阵再劝阻应踪 但是群臣惧怕王阵 其谋难以实行 随行的群臣当中 英国公张傅是德高望重的名将 兵不上书旷野也很有才感 但是明英宗却不允许他们参与军政 一切全部停由王阵指挥 军队出发指日及风雨交加 由于没有随行后勤的保障措施 不到十日军中已决粮 为此 兵不上书旷野等力劝怀军 但是都被王阵罚会草中至天黑 行动中王阵专横跋扈作为作福 成国公朱勇等陈述事情都需要悉行听命 众百官也是战争精精 全部都为王阵马首是瞻 7月24日 野先侦查的是明军主力出征的情形 仰装畏惧主动北撤 隐蔽的埋伏在塞外 纵明军交兵以寻找最佳的作战时机 而此时 已经到达战区的明军目睹失衡遍野 人人恐惧皆无战役 到了8月1日 京风沐雨饥饿疲惫的明军到达了大同 但是却不见了瓦剌军的踪迹 这时 王阵仍要继续向北建军 以炫耀兵威 后来 镇守大同的亲信太监郭靖向王阵密报了 与瓦剌军交锋时惨败的情景 加之 出征以来 风雨一直未停 刚到大同又突降暴雨 人人惊异 王阵这才决定撤军回京 从大同回北京主要有两条路线 一条是经过 现阶河北一线西侧的紫荆岭上的紫荆关返回 一条是经过宣服返回 经过紫荆关返回 虽然路途略远 但能够避开瓦剌追兵比较安全 开始之时 王阵决定走紫荆关 并打算让明英宗到其家乡山西渭州去炫耀 当大军已经行进了四十里时 王阵猛然想想 军队路过时会载坏其家乡的庄稼 便下令全军折返北上 改由宣服回京 就这样 使部队拐了一个弯 正好把明军的侧背 暴露在了瓦剌军的攻击之下 并且因为道路崎岖 使随行的自重车 无法跟上行舰的队伍 于是大臣便纷纷劝阻 但是王阵仍然不听 执意要走宣服 也先从侦察中得知明军状况 立即率军突入 跟踪追击 势如疾风 8月13日 已经袭击了长途辗转 极可疲惫的明军后卫 吴克中部 无步匆忙交战 但不久便全军覆没 明英宗得知之后 急派陈国公朱勇等率兵四万营底 朱勇有勇无谋 行至今河北新宝安西北四十里的药尔岭时 遭到了瓦剌军的埋伏 又是全军覆没 8月14日 惊恐万状 又饥又渴的明军 退至今河北淮来东南的土木堡 距淮来城解二十里 因等候王阵的千余辆自重车 没有进入淮来城 兵部上书旷野 急忙上书 请英宗速入居庸关 并且派精兵断后 但是王阵却没有报告明英宗 旷野要求直接求见 却遭到了王阵的斥责 旷野历变 王阵便命人将他拽出 就这样 明英宗只好同几十万大军 在旷野就地露营 当夜 瓦剌军分数路包抄而来 将土木堡团团围住 土木堡当时是宣通通向 居庸关的重要驿站 位于廊山西路 周围百里范围内 穷山耸立 地势很高 明军决地两丈无水 库南十五里的一条河 是唯一的水源 然而却已被瓦剌军所控制 数万明军断水 军心大乱 8月15日 野先屡战不交 慎重决策 虽前使者前往明英甲河 并使军队后撤 行样退之计 以麻痹明军 这时 明军已经断水两天 兵马饥渴难熬 明英宗建瓦剌军 已经退却 又见使者前来 便让内阁大学士 曹奈拟制了 同一讲和的诏书 派人与瓦剌使者 一同前往瓦剌军营 这时 王震以为义和江城 便匆忙下令拔营 前往瀑南的河里取水 一时之间 明军人人争先恐后 阵势大乱 队伍难移 不到三四里 瓦剌的骑兵 就从四面围攻而来 明军惊恐 人人争先逃命 使指挥失灵 加之官兵不熟悉 战前新配发的火器性能 无法使用 未经激战 便全军大溃 瓦剌铁记 左冲右突 大肆砍杀 明军死上达数十万人 英国公张府等 五十多名随从 大臣死于乱军之中 明英宗也被俘 明英宗被俘之前 大宦官王震便被护卫将军樊忠愤而击杀 这便是明朝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土木堡之变